辉瑞8月25日发表声明指出 他们计划本周向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申请批准 针对16岁以上人群的加强剂疫苗 加州州长纽森8月24日宣布 白宫已经批准了加州23日提交的总统重大灾难声明的请求 以加强对野火的紧急响应 并支持拉森、普莱瑟和普拉马斯县受影响的社区 总统重大灾难声明帮助受灾线的人们获得项目和支持 包括住房援助、咨询医疗服务和法律服务 提供公共援助为州、部落和地方政府持续提供应急和恢复费用 并帮助州和地方政府减少未来灾害的风险和影响 洛杉矶联合学区开学第一周有6500人因疫情缺客 代理总学间赖利8月24日宣布 组建流动疫苗接种团队 从8月30日开始 进驻初中和高中为12岁及以上学生和员工提供服务 提供第一剂和第二剂疫苗 并且从即日开始 可以通过洛杉矶学区的Daily Pass系统进行预约 努力保护洛杉矶学区学生和家庭的安全 美国达美航空公司首席执行官Ad Bastin8月25日通知员工 从11月1日起 未接种新冠疫苗员工的健康保险费用将每月增加200美元 理由是为因感染新冠住院的员工支付高昂的费用 未接种新冠疫苗的员工还将面临其他限制 包括立即生效的室内口罩规定和从9月12日开始的每周新冠检测 达美航空还表示 从9月30日起 根据州和地方法律 新冠薪酬保护将仅提供给已完全接种疫苗 但经历突破感染的人 世界银行一发言人8月24日宣布 考虑到塔利班掌权后的阿富汗局势 世界银行将暂停所有阿富汗项目的资金放款 世界银行对于塔利班掌控后阿富汗的发展 尤其是妇女权益问题表示担忧 有媒体报道称 这一消息对严重依赖外国援助的阿富汗经济造成了又一次打击 7月20日 18 concret银行用